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一题它要我们求满足下列各条件的X 那这些条件呢都是对数的式子 看到对数我们就要记得它跟指数呢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是log以A为底B的对数是等于X的时候 我们知道呢它同意于A的X的次方会等于B 那记得底数要大于0不等于1 帧数呢则是要大于0的 好那所以如果当我们看到logX的25等于2的时候 就代表以X为底2呢这个对数其实就是次方 OKX的平方呢会等于什么25的时候 那么X应该要是多少呢 我们就知道X可能会等于正负5 对不对 可是因为啊X怎么样 X是在哪个地方是在底数的位置 又底数一定是大于0 底数一定大于0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X应该只能等于5 好第一小题X就等于5这没有问题 那第二小题呢 logX的3等于4也就是说X的4次方会等于3 诶那这时候X会等于多少 不是也是一样因为是偶数四方 所以就是正负的4次更号3 可是同样那个原因因为底数应该要大于0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X呢是等于正的4次更号3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小题 第三小题说呢logX的16分之1是等于负2 也就是说呢我们X的这个负2次方会等于16分之1 好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写X的负2次方等于16分之1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式就是怎么样呢 你把X的负2次方跟16分之1呢 同时乘以负2分之1次方 两边都一起负2分之1次方 这个没有问题嘛 这样子的话不是就变成X的负2乘上负2分之1次方 就是X的1次方对不对 会等于呢16分之1先给它倒过来 所以就变成16的2分之1次方 所以就是开根号以后就是4 也就是说X这边是X嘛 X就等于4 好这边呢我们也求出来了X是等于4 你带回来检查一下对不对 是不是log4的16分之1是等于负2呢 没有错啊因为4的负2次方是什么 是16然后再倒过来 所以就变16分之1 所以没有错的确是等于这个16分之1 好第三小题呢也没有问题 那第四小题呢 当我们按着我们定义写的时候 这个看起来稍微复杂一点 就是要写成是X的负3分之2次方 OK这是底数嘛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帧数 不对对不起这是我们的对数 X的负3分之2次方 然后最后会等于帧数是25分之9 那也是一样我们呢学习第三题的方法给他如法炮制一下 因为我们不喜欢看到X的负3分之2次方 所以我们干脆呢就再把它来个负2分之3次方 让他相乘以后会变成1 所以这里呢也给他来个负2分之3次方 所以你会得到呢 X的这个负3分之2次方 在负2分之3次方的时候乘进来 两两会分子分母消掉 所以就会等于X对不对 然后这边呢是等于25分之9的负2分之3次方的时候 先把负号拿掉就变成9分之25的这个2分之3次方 接下来呢先把2分之1拿进来 也就是呢变成呢变成根号的9分之25 OK根号的9分之25 最后呢再三次方 啊根号9分之25等于多少 里面其实这个就等于什么 3分之5嘛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改写成 等于3分之5的3次方 啊3分之5的3次方是等于多少 就是27分之125 所以这边算了这么的漏漏等 有没有看到X会等于27分之125 我们就再把答案写一次 X就等于27分之125 所以最后一小题呢稍微比较困难一点 但是事实上也是一样 我们用跟第三题一样的方法就可以了 关键还是什么 关键还是把原本对数的式子 列成指数的式子 然后我们想办法呢 去把原本的这个X的几次方呢 最后变成配出是X就好了 那记得任何的等式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方程式 你左边做什么事情 右边就做什么事情 这就是等量公理的概念 好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出 每一题的X咯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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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